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业余艺术家 我出生在青岛 在我很小的时候 喜欢树立画 其实并没有把艺术放在眼里 青岛的纺织业很发达 后来我进工厂当工人 也是当了纺织工人 在我16岁的时候 觉得人生其实是需要一种精神寄托 所以才拜了一个老师学习山水画 走上了艺术道路 当然到1977年大学恢复教授 到报名的时候选择专业 我选的是雕塑 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有了 七八年的当工人的经历 我叫隋建国 是中央美术学院的雕塑系的教授 我觉得我做的艺术 要跟现代大工业结合起来 虽然有的时候我也很后悔 为什么选了雕塑 做这个又笨又累的工作 但是一旦完成工作 咱俩开幕 也就把这些苦和累全都忘记 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这样回头一看 也三十多年将近四十年 从我个人和我的艺术这个角度来说 我觉得我从八六年来北京 应该说是正好赶上了 中国现当的艺术发展最迅猛的一个阶段 我作为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来到北京 那么参与其中 锤炼了我的人格 也形成了我自己的艺术语言 应该说是我生命历程当中 最重要最难忘的经历吧 其实回头想一下 真正能让我一直走到现在 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好奇心 可能是对材料好奇 对空间好奇 甚至到后来是对时间的可能性的好奇 一直引导着我寻找新的工作方法 寻找新的媒介 去不停地寻找新的目标 慢慢地靠近雕塑的核心 我是从五十岁过生日那天 突然间意识到自己的生命 好像已经过去一大半了 所以我才想 应该用时间来做一件作品 所以我就开始做这个叫做时间的形状 这样一件作品 不管是什么油漆 它都是要经过二十四小时 才能狐刷第二个 所以我想如果用油漆来完成一件作品 就可以每天做一次 开始是拿了一根微酷钢丝 在油漆瓶里占了一下 然后每天一占 每天一占 到现在已经接近十四年 它的分量已经将近二百斤 这个作品对我来说 就是每天去涂刷一次 就意味着今天又可以确认下来 所以这个作品 从此之后就伴随了我的生命 我每活一天 它也就完成一次 我觉得它的完成 彻底完成应该是 也是我的生命完结的时候 在整个中国当代艺术圈子里面 珍重工人出身的艺术家 并不是很多 在一个工作当中 跟社会打成一片 还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经验 所以深入到社会最基层当中去 跟这个社会同呼吸共命运 我觉得是每一个人 包括每一个想成为艺术家的人 勇敢考虑的